因为妇女主难免还是党内的一个批判 所以并没有这么大的能力 能够去大力的推动 因为推动你需要有引导力 你还需要有资源 很多人没有发现 如果党的资源很多呢 是来自这个向上行动党这样 我们的资源是来自这个议员 大一是中选的议员 必须要奉献25% 18%的我们的议员的津贴给党 而党的活动的费用就从那里来 但是妇女主有妇女主 但是妇女主的党员费 妇女主的这个contribution 也全部是去了党中央的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 也是要申请的 要申请不是说不可人 但是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女人 是中选议员 我们的资源会更多 会有更多人愿意支持我们 这是第一 如果我们有的是部长 有比较多的女部长 你的行政议员 也会有更多人会支持我们 所以这个是资源的问题 是你要先资源于你一言先 还是要怎样 所以这个是一直在打转的一个问题 外并你刚才有提到说 西蒙妇女主的大概一些的角色 那么你担任妇女主主席 至今你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那么在三党姐妹当中 有没有碰到一些文化 或者是观念上的冲突 导致一些议程 没有办法去推进 因为公正党妇女主 可能他们有自己的本身的文化 因为以马来人居多 然后诚信党妇女主也同样 那么行动党是以这个比较 比较进步的一个观念 那么你在领导妇女主的时候 有面对什么样的一个沟通上的难题 或者是挑战吗 其实不论是马来人 华人 印度人 甚至是欧洲人 全世界的女人都面对同样的挑战 就是社会里面 还没有这么样的包容性 还没有这么了解 这个女性也可以在政党里面 攀养更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们所面对的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决定的时候 没有什么觉得说 需要询问我们一下 我们的那个看法 但是呢 决定下来的时候 要我们去实行 所以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妇女主 是很不服气的 你要叫我们 自行是可以 但是你要让我们参与决定 要不要听一下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意见 我们的感想 因为你的意见和你的看法 可能跟你性很不一样的 男性跟你性很不一样的 尤其是说 如果比如说 你要我们去 说服你选民的话 那么你要 要让我们参与 这个策略 策略 你要分配给我们资源 我们才能够做得更好 有越多的这样 但是一样的 因为呢 女性领袖在所有的政党里面 在马来西亚目前为止 甚至在全世界 都差不多是这样 都是少数的 是少数的领袖 所以呢 声音是比较微弱的 可能会听不到的 可能会认为说 不是很重要的 那些古老的观点 从以前到现在 就是认为说 哎 哎 你呢 你会什么啊 你你 我们叫你做什么 你又做什么啊 这样子的那个 所以 在这方面 我必须要说 因为 因为我在政治相当久了 二十多年了 我在党里面二十多年了 也出任过重要的位置 像兵州的署礼主席 像这个副秘书长 所以呢 还说 受到尊敬了 而且一向来 这是我参生的一向来的 就是为女人说话 争取这个性别平等 这个是我一向来的 唯一的一个议程 没有其他的议程 所以我应该说 党内还相当尊重我的意见 顾 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